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箴言第八篇的十八到三十六节 题目是寻求智慧 箴言第八篇十八节 丰富尊荣在我 很久的财并公益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金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盈 我在公益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是爱我的承受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福库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 就有了我 从亘古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和泉盐 我已经出生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他立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划出圆圈 上始穷苍坚硬 下始渊源稳固 为沧海定出界线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涌跃 涌跃在他为人 预备可住之地 也许悦住在世人之间 仲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的道 便为有福 要听教训 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前仰望 在我门框旁 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智慧对人说话 他呼召人要来亲近他 我说智慧像是慈母 人的智慧就是来自于他 并且在万物之中 人是最靠近智慧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只是如今有许多人离智慧甚远 也就是缺乏智慧 他们贪爱金银和宝足 就远离了智慧 智慧说你们要喜爱智慧 接受我的教训 因为我的教训胜过金银 甚至在这地上的君王和权柄 都是借着智慧来做其位和掌权的 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 他呼召人来亲近他 并且他还以各样的果实 来奖励寻求他的人 照说人寻求智慧就得智慧 但是智慧说他要使爱我的承受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福库 智慧的教训里更是反映了神的心意 故此智慧是奖励给公义的 远离邪望的人 人要爱他就要长保灵民 并且要按着神的心意喜爱公义正直 远离邪望 这样讲就是说 智慧是真的有主权的 他是赐给人的 不是人按着自己的努力去学习 去攫取就可以得到的 为什么如此呢 我们来看一段智慧自我阐述他与神的关系 特别是神在创造天地和万物的石的关系 从22到30节就是讲智慧与创世的关系 当然我们知道创世只能是神所做的功 而谁又能够在万物甚至是世界被造以前 就在那里与神同在呢 而且是被利生出来之前呢 经文中说 在创世以前就有了他 而且大山未成奠定 小山未有之间 智慧就已经生出 这就是说他和世上的万物不同 他不是被造的 而是被生的 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被造的 但是智慧并不是被造的 他乃是被神所生的 那这是不是如同基督乃是在世界被造以前 先是被神所生 而且神是神的 且是神的独生爱子一样呢 智慧又说 他乃是在亘古太初未有世界以前 他已经被利 他是被利为什么位置 什么工作呢 这里说耶和华神是给出命令的 神为沧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而智慧呢 他说他是在神那里为公师的 也就是工程师 最后的证据就是智慧记事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那么他就是与神同在的咯 那基督也是 然后基督因为神爱我们 他也爱我们 就愿意与我们同在 这和智慧是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是不是一样的呢 智慧来呼召我们来救他 他说 在这些描述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智慧其实就是基督 因为基督就是神所生的 他不是被造的 是独生的爱子 基督也是那造世界 造万物的工程师 并且基督也是喜悦与我们同在 也是来呼召我们 要我们到他那里 可以得生命 在所罗门那个时代 他们还并不真的认识基督 许多在这里的话 要到耶稣来的时候 由他自己说出来 我们才知道 这个就是基督 他喜悦住在我们当中 他要我们来救他 来寻求他 找到他的 就是为了自己寻找到生命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